其实因为排球这个项目它本身是分工其实很明确的 就是包括主攻他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可能承担了更多的下球的这个任务 然后复工他主要在前排作为掩护 然后更多的是去阻挡对方篮网 然后包括其实自由人他在后排他根本就接触不到球 他可能你让人看不到他的就是闪光的那一下 但是他的防守的拼搏 我觉得可能在就是展现在每一个人就是对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角色的一个付出 然后包括在融入队伍 然后再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展现出来的就是女排精神